大家好,來到我們的節目部分 跨境內外連線理財 直播出有朱子超 以及我們的嘉賓主持人 來自公銀亞洲零售業務與財富管理部副總經理 尹可峰,Jonathan Jonathan,你好 Jonathan,先介紹我們的節目 一連三集,跨境內外連線理財 顧名思義 要講一下大家很大的話題 跨境理財統 對於我們往後,不論是北向或南向也好 都牽涉到很多不同的投資渠道 也要先介紹一下Jonathan 我們三集節目的分佈 今集希望講一講跨境理財通的重要性 對於你們銀行家的看法 會帶來什麼大的影響 其實過去大家知道 我們對於與內地的經濟融合 越來越緊密 但過去來說,大家一講到內地 在疫情前 最重要的是深圳消費、旅遊、探親 這些都是很實體上的往來 其實接下來的跨境理財通 大家發現到過去兩個月 為什麼大家這麼重視呢? 因為跨境理財通當中 其實是一個資本帳上的流通 無論北向也好,南向也好 兩地的朋友或客戶都可以參與對方的投資市場 這一個重要性就是慢慢開放在資本上的往來 這件事頗重要 銀行看起來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即北向南向 對於你們銀行那邊兩邊都有 不過投資者、聽眾朋友都頗關注 究竟在跨境理財通底下 我們的投資習慣會不會改變 由投資方向或選擇理財產品種類 投資習慣會不會這樣而開始轉變呢? 我想對於香港朋友來說 是一個挺新鮮的體會 香港朋友來說是一個挺新鮮的體會 香港朋友投資試新鮮的體會挺願意的 但他很重要的東西要先理解 理解究竟在跨境理財通底下 可以買到的產品有什麼不同? 不如我們先聚焦一下北向通 在內地可以流入香港 跨境理財通機制底下可以買到的產品 包括什麼呢? 跟我們香港投資者做開投資的工具有什麼不同? 顧名思義 北向通的面向客戶群 就是我們香港的朋友 大家可以透過香港銀行 購買在內地投資產品 如果大家有朋友 我相信已經開了北向通的戶口 當你打開北向通的專戶時發現 挺有趣的 原來它有兩種不同的產品 有一種叫做理財產品 有一種叫做公務基金 理財產品比較我們沒有那麼熟悉 今天我們來講最主要談談理財產品 以前來講內地的理財產品 就是由一些金融機構 好像銀行那樣 或者一些非金融機構都會發行的 其實挺有趣的 裡面有一些像 我們以前香港也賣過的保證基金 即是說他們的保證有預期的收益率 所謂的預期來講 當時的理財產品 都叫做真的會給到利財 所以在內地來講有一個名詞 叫做剛性兌付 剛性兌付 對是兌換你的承諾 去交付活報給你 剛性兌付 這就是集中 例如先舉例說一些保證基金 那類產品 例如你見到這些產品 它預期的收益率 可能是連息率3% 這個剛性兌付就是 每年會有3%的回報給你 現在就有點像我們的保證回報基金 但事實上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發現 投資的風險 就變成由產品的發行商去承擔 當然如果在集合發行商 在它的投資策略做得好 例如做一些對沖的策略做得好 或者投資市場 都是與預期一樣的時候 這個剛性兌付的預期的回報率 就仍然沒有問題 不過你會發現 假如在市場上的波動比較大 或者投資策略上有一些差錯 投資的風險 就比發行商一力承擔 所以有時候 大家朋友也聽過 可能有一些比較 叫做非金融機構發行的產品 都曾經試過出現問題 風險承擔 就算投資者是剛性兌付 到最後可能都對付不到 其實大家都有損失 Jonathan 聽你這麼說 原用多年的剛性兌付投資概念 現在比對跨境理財通底下 形式應該不同了 現在的形式如何轉化 其實過去一、兩年來講 其實在內地開始慢慢轉化 我們有一個名字叫做資管2.0 即是資產管理2.0 即是第二代了 他們有一個名字叫做破江戶正直化 破江戶正直化 即是打破江戶的模式 原來希望全部邁向正直化 如果對於正直化的觀念 投資者應該怎樣理解呢 例如剛才你說的剛性兌付 即是用保證基金的概念去看 如果你說資本管理2.0底下的正直化 應該是怎樣理解的呢 其實正直化和大家買基金很相似 以基金的理財產品 以NAV 以正直化來計算 變成投資的升跌 就會由投資者自己去承擔 這個好處就是 房商主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做一些好的產品 找一些好的策略 而投資者就因應不同的 自己的風險、威勒的需要 因應自己的想法 選擇在風險不同的理財產品 當然到最後 理財產品的正直 NAV 升跌 就變成像我們買基金 風險就會有升有跌 大家可能在香港市面上 一些零售基金的概念 簡單一點 每當市房變化 尤其是一些主動型的基金 當時面對市場波幅 可能就會反映NAV 這個NAV 的計法 跟我們原用在香港的計法 是否一樣 其實都挺類似的 都是看投資的標的 購買的產品 還有減回相應費用率 然後淨值 再除了發行的份額 就是本身的基金 或者理財產品的淨值 都挺類似的 當然收費方面會有些不同 我們可以稍後再跟各位朋友介紹 是 一個很好的引子 令大家知道 其實自從跨境理財通 走過之後 大家醞釀多時 在後等究竟有什麼項目 最好 Jonathan 講解了 在銀行角度 在北向通底下流下來的產品種類 原來跟我們的投資習慣 都挺似的 會不會進步了 觀感剛性對付到正直營 其實這件事已經進化了 現在開始慢慢轉化當中 所以各位朋友 你們有北向通的戶口 當你進入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幾類產品 你就要留意產品本身的類型 當中你是理財產品的類型的時候 你再留意預付的收益率是多少 看看究竟是一個剛性對付 還是正直化 但現在大部分已經開始 邁向正直化 相信對於各位朋友去參與北向通來說 只要看多些 知道多些 就可以投資精明一點 又回來了之後 繼續是我們這個節目部分 直播室有朱子超 和尹可峰 來自高雲亞洲 零售業務與財富管理部副總經理Jonathan 在我們的跨境內外連線理財的節目環節 Jonathan繼續聊聊 上一節你都簡介了 在跨境理財通底下 即是有朱子的產品種類 我們可以再伸延一下 因為對於很多投資者來說 這件事件都頗為新穎 以往他們開帳戶試過 即是回內地 但是這次容許你可以購買一些內地的理財產品 大家都要學習 這個節目部份我們可以請了 我們繼續介紹下一個種類 我們繼續講講理財產品 剛才也提到這個產品 對於我們香港朋友來說是比較新鮮的 因為以前我們比較少涉獵 這是一種產品 如果你有包含通戶口 你會看到原來你的產品有分不同的種類類型 主力是分兩三類 亦跟投資的標的不同 一類就叫做貨幣類 即是購買一些貨幣型的 你可以這樣說是貨幣型基金 另一個就叫做固收 所謂固收即是固定收益 裡面是購買一些債券 或者亦會做一些存款 第三就是混合型 加多一些股票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理財產品的主力也有些相似 在內地來說 相似一些比較固定收益的產品 雖然它不銀行存款 但剛才有些人說 它有一個預付的收益率 多時有些人覺得 有些像是收息型的產品 所以他們買一些比較保守的產品 當然對於香港的朋友來說 有些不同的 假如你去看包含通產品的內容 跟我們看到一些 可能你平時購買基金 基金的說明書也好 沒有外交基金的單張 有些不同的 你未必看到理財產品底下 究竟它買實際上持有什麼種類 或者十大持有的資產 都未見到 這就比較少少 沒有香港披露的不同 大家要習慣一些情況 Jonathan很好說 起碼披露要求有些不同 以往我們在香港基金市場 看到一些Fact sheet 可能都分佈了不同的持股 不過按種類計 譬如貨幣、固收、混合營 這三類都很像香港投資者 做開的投資工具 譬如計算、回報 是不是都差不多呢 可否舉個例子 Jonathan 內地對於這些產品的受歡迎程度 是哪些會比較投資者喜歡 你覺得香港這邊 是不是都會差不多 某類型投資者會比較習慣 我想暫時來說 我們開了北向通、南向通 跨境理財通 都是一個半月的時間 暫時未見到香港朋友 那個喜好是什麼 不過你會發現 有些選擇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賣的是一個不同的發行商 即是發行人 究竟是一個銀行底下的理財子公司 還是一些非金融底下的理財公司 當然如果你經銀行去參與北向通 當然你會見到那些 大部分都是銀行底下的理財子公司 我加多一句 以前來說 銀行本身是發行理財產品 不後來在一、兩年前後 其實在內地的監管上的要求 變成銀行必須有一個子公司 去發行理財產品 令到理財產品本身對於管理上 更加清晰 就不會在銀行體系裡自己的架構當中 而是一個子公司去管理 而當中你會留意一下 我想投資者或是朋友比較主要 看看收益率是多少 而很有趣的內地習慣用年化的收益率 即使一些產品是三個月或半年 很多時候都會給你一個年化的收益率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朋友應該不會不熟悉的 平時你買全貨做定期 其實那都是年化的利率 我們這件事是習慣的 年化是我們看慣的 方便去理解 正正張立芬也提到 有不同種類的產品 大家都很想知道 譬如你剛才提到NAV的概念 我們香港每天都有報價 如果我要看報價又如何呢 在這些包含通底下理財產品 怎樣看報價呢 他們當然在銀行本身的平台 一定會有最新的報價 當然它亦有上面的基金 或者叫做理財產品的網站 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報價 跟我們可能有機會在頻密程序上有些不同 我們平常習慣在香港 買一些叫做每日報價的基金 當然香港亦有些基金 可能會比較疏的報價 可能每個月 一些未必面向零實投資者的產品 內地的產品有些不同 有些會每日 有些會每週 有些會再疏一點 有些會叫做每月的 類型產品都有幾種 有一種是固定的期限 有些只有三年或一年 有些叫開放式 有些叫封閉式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們希望買的 看來買的開放式一定是封閉式 那些封閉式 就變成你持有的要求 而開放式 就變成定期 或者每一天好 或者每個月都可以做買賣 都說得很清楚 當然大家都想知道開戶的程序 是否不夠集 開戶來說 大家可能有看報章都經常說 但剛才對於香港朋友來說 你要去香港銀行開一個 跨境匯款的戶口 叫做匯款專戶 因為在跨境理財通之下 每個香港朋友只開一個 北韓通戶口 開一個嗎? 即是香港銀行開幾個 證券戶口開幾個 跨境理財通戶口只可以開一個 大家可能習慣了 有不同的銀行戶口 或者有不同的股票戶口 因為理財通本身 雜時都是逐步開放 所以每個朋友只開一個 北韓通戶口 當中最多只可以有匯款100萬 在上面賣 100萬是說人民幣 所以在開戶當中 要在香港銀行開一個 匯款專戶 這個匯款專戶 限制到每次 最多只有一百萬上去 當然你匯完儲存上去 你可以下回來 後你當然可以再匯上去 但剩下的匯款 也就是一百萬人民幣 即是一百萬 記住這條大數 開戶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例如在香港的高人亞洲 分行開了 接著我應該怎樣做 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正在投資內地的產品 所以必須有內地的銀行戶口 所以我們同一時間 有一個叫配對銀行 大家朋友要留意 所以你要留意 假如我們在我們銀行的戶口開的時候 你就要去回內地的配對銀行 當然我們來說就是內地的工商銀行 在裡面開一個所謂的投資的戶口 而做一個配對之後 你就可以在香港匯款上去內地的戶口開戶 不過暫時來說 現在我們開戶 暫時在這個情況下 你仍然都要親身上去內地開一個戶口 不過假如如果朋友已經有一些內地的 其實我想香港很多朋友已經在內地有銀行戶口 據例子之前你在深圳消費 你可能要順便開一個 你也要開一個 也要走一轉 但如果你開了 譬如在內地的工人開了的話 香港就不用走一轉了 不用走一轉了 簡單很多了 變成你只要來到銀行開一個回款專戶 原來你將在內地的銀行戶口 通知我們銀行 我們做一個配對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回款上去 整個過程都非常簡單 而你在那個買賣後 其實在所有手機平台都已經看到 是的 現在投資習慣 已經是用Apps 搞定了 最後一點時間 再講一下想關注風險因素 每一項投資背後都要理解風險 風險因素應該怎樣理解呢 當然最主要來說 大家都在用人民幣做買賣 所以首先 一定要對人民幣的匯率 你一定有一個想法 當然香港人來說 一定很熟悉 因為大家投資人民幣 買賣人民幣已經很常見 另一方面當然也要留意 如果你在買理財產品的話 或者公務基金產品 有各派商的風險 亦有市場的風險 大家這集相信學習了很多東西 至少由產品分類 到開戶程序 以及風險 這三方面 多謝Jonathan的分享 我們下一集再談 Hola Hola 中文字幕 李宗盛